那我們開始上課啦 那今天老師也有事情 那今天就有第三課就由我來代課這樣子 那第三課的話 上一堂課應該是在講向量吧 C這個函數 那第三堂課這一堂課我們就是要教一些 正列矩陣 就是二維的一些向量 二維矩陣 那除了講矩陣之外 我們還會教一些檔案讀取的一些操作 那首先我們就是先開始講 第一節是我們的正列 那正列的話 主要就是分為矩陣跟資料表 一個是matrix 一個是data frame 那這兩個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 矩陣的話它只能存單一一個種屬性的元素 就是幾位來說就是 你只能存 如果是矩陣的話你就只能存 像是邏輯矩陣 或是整數 數字 或是自竄 它不能混的存 那在資料表 data frame的部分的話 就有點像我們的ECL CSV檔 ECL裡面 你這個欄位可以是自竄 那另外一個欄位可以是數字 或是另外一個欄位可以是時間的一個資料屬性 那首先我們先講一些 先講矩陣 矩陣的話就是matrix 那在程式語法的話就是只要打matrix 那首先我們是先 先給它 我們先填一個1到20的數字 那在matrix部分 我們前面這個是指我們要存的數字 把要填入的數字是什麼 那這邊是nraw跟ncurrent 就是你要先定義它的 欄位跟 欄位跟 欄位跟行列 的定義 先定義好 那這邊先定義好 我先執行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 S1就是1到20吧 那我們這邊matrix 執行下來 它就 把它填到裡面 那這邊就是 弱有四個人 然後 curen的話就是 五個 那它依序是有第一個column往下填 然後再填第二個欄位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剛才講的就是如果它是 再來是要注意的話 這個矩陣的話 Matrix的話 它不能填音質矩陣 它會把它存成文字項量 我執行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expector應該知道是什麼吧 應該第一堂課應該有講 它就是把這個數值轉成一個 那個 這個類別 因質這樣子 然後你再存 再把它填到Matrix當中的時候 如果 我們的數字 正常數字的話 它這邊是沒有引號 就是沒有上面兩個引號 那在這邊的話 如果你是存音質進去的話 它這邊會把它變成一個文字像 文字的一個資料屬性 那文字的話最大的特色 如果是數字的話最大的特色 它這邊就會有兩個 就是引號 那這邊就會是一個文字矩陣 這樣可以嗎 到這邊 好那接著 在矩陣的話 你們應該高中數學 或是 或是 國中有教矩陣嗎 就是 矩陣的話 有一些就是 運算 運算 就是計算 數學的計算 這些語法其實 可以不用特別再記 應該說 老師應該前面有講 就是我們有一些基本函數 二十幾個基本函數 Matrix是一個基本函數 就是要特別記得 那這兩個 或是這個計算的話 你如果知道數學有這個東西 你特別去Google查就可以了 不用特別去記 或是你記得 在這一刻有講到一個矩陣的運算 那首先我們先填到一個 1到4的一個矩陣 好 那我們這邊T的話 它是一個轉置矩陣 這樣可以看到 原本 原本是一二三四 它現在變成一三二四 就變成一個轉置矩陣 那我們之前在高中的話 有講過一個反矩陣 反矩陣的話 我們在高中的話 要帶公式 然後計算 會有點複雜 那在程式的話 我們只要 就是只要用這個函數 SOLVE 可以求這個反矩陣 就可以去得到這個反矩陣的一個矩陣 就不用記那個很複雜的數學公式 那 接著我們還有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呃 呃 大家應該知道單位矩陣吧 好像是 反矩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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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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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試試看 呃 還是X 呃 這個就是單位矩陣 就是只要矩陣成我們反矩陣 就是單位矩陣 然後 下面 然後在這邊 有一個叫做 矩陣乘法 那矩陣乘法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我們講的向量內積 那另外一個是元素相乘 第一個元素跟 A這個矩陣的第一個元素 跟B這個矩陣的第一個元素做相乘 呃 那以此類推 那首先如果是內積的話 矩陣相乘這個內積 就是 我剛才示範的 就是percent 乘percent X是上面這個 執行一下 那這邊就是 我先把X跟Yprint出來 那這邊 那這邊 如果是 矩陣的內積 這邊是 12嘛 1 1乘 1乘2 然後2加 加2乘3 會等於11嘛 是嗎 欸 1乘 13啊 13跟23啊 所以這邊是 1乘2 然後3乘3 然後相加 會等於11 1 這樣是 那個 矩陣的 那個 內積 乘法 那如果是 直接要 矩陣相乘 就是元素相乘的話 只要做 只要乘這個符號 就可以了 X乘Y 這樣是第一個元素 1乘2是2嘛 2乘3是6 可以看到它是 相對應的 位置 做一個矩陣 做一個乘法 那接著 還有幾個 比較重要的 這個是 必須要學會的 就是我們在 那個核心 它的 那個函數裡面 當中 就是N-Raw跟N-Current Lens應該前面有教過吧 我們那個在Lens 在向量的部分 我們是講 長度 那在這邊 矩陣的話 我們是指它的長層寬 我這邊是 示範一下 這邊是4 一個 Raw是4 5 然後Current是5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Lens就會是20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是 我們可以去看 它的Dimension Raw是多少 這樣 N-Raw 這樣是4 這樣是4 然後 N-Current 這樣可以嗎 N-Raw跟N-Current 這個要特別記 後面會很常用到 那接著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要選取 舉證 我們之前 前面向量 有中位 就是中刮弧嘛 那在這邊 我們也可以在 我們的舉證 勝利當中 也可以使用一個中刮弧 這個 索引這個函數 一樣我們用 1到20 然後是4乘5 的一個舉證 那 因為我們現在是二維 二維向量 二維矩陣 那所以它就是 在這個 索引函數前面 中間裡面會有 一個斗點 那斗點前面指的是 Raw 斗點後面指的是 Current 那假設我現在要取 第一個 Raw 就會取 這一行 這一行 出來 可以嗎 那 如果我們要 取藍位的話 我現在假設我要取第二藍 我們就是在這邊 打2 在斗點後面打2 就可以了 那就是5 6 7 8 這一個 這一個藍位 可以齁 那如果我們要特別指定某個位置 假設我要 2 3 第二行的第二藍 是11 第10 10這個數字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 如果我們要取多個 多個藍位 我們就要用到C這個函數 假設我要取2 25 第二藍跟第5藍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意思就是 但是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 直接這樣喔 要記得要C 可以嗎 這個意思是指 我們在這個藍位 因為我們 豆點後面是指藍位嘛 豆點後面的 藍位的第二 藍跟第5藍 把它選取出來 這樣可以齁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這邊 再講細一點 我們一樣可以用 減這個符號 減1嘛 在向量那邊也有減這個符號嘛 你們應該使用過 意思是說我們不要第一藍 除了第一藍之外 我們都選取 全選取出來 這樣有看到嗎 OK 原本 原本是這樣嘛 那我們如果是減1的話 就只有2到5藍 2到5的藍位 把它選取出來 可以齁 可以齁 那接著 我們可以針對這個矩陣的 藍位 或是RAW去命名 那這個命名 RAW name 跟Color name 這個也是蠻常用到的 就是這個也算在核心函數裡面 這樣重新執行一次 那原本是 沒有任何命名嘛 只有它的這個位置的數字的位置 那我現在給它命名RAW name 給它命名ABCD 那我再執行一次 這邊就變成ABCD了 可以嗎 那你也可以單獨 單獨 單獨 使用 就是我們這邊是指 右邊是把它填到左邊嘛 那我們如果不使用 直接呼叫 這個RAW name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RAW 等名稱給取出來 可以嗎 那 那在Color name的部分 我們一樣把它變成大寫的ABCD 這樣就把它命名成為大寫的ABCDE了 然後 這樣子 我們在矩陣的 鎖影部分 我們就可以針對 特別的 特定的 欄位名稱 原本我們前面剛才講的是數字 我們現在就可以針對 特別的特定它的欄位名稱 取出來 這樣 像這樣 就可以取出來了 那 一樣也可以用C這個符號 然後取特定的 然後取特定的 欄位名稱 像這樣 那 如果我們要修改它的命名 假設我們原本命名是ABCD了 那我們只要在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我們先分開執行 這邊是指 ColorNameM1 原本是ABCDE 那我們用鎖影符號 第三個位置 也就是說 C 的位置 我們可以把它呼叫出來 所以它是C嘛 那我們強制把它 右邊的東西 變到左邊 也就是說 我們把它變成ZZZ 原本C變成Z 那 這樣結果 它就改變它的欄位名稱了 這樣可以嗎 那 這樣的概念也可以用在 我們在元素裡面去修改它的一個 我們在元素裡面去修改它的一個 一個 像23 我們剛才講23 M1的23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10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改成17 像這樣 這樣這邊就變成17了 可以齁 就是這個都是變數的一些 左右兩邊的一些概念 就是 蠻基本的 就是大家要會 要熟悉 然後 先到這邊給你們操作一下好了 那接著我們前面講的是Matrix 那現在我們要講的是 資料表 DataFrame 那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先產生一個Matrix 一樣是1到20 然後 我們這邊 這邊就是把它轉換成DataFrame的一個資料格 資料形式 那這邊是 這樣就轉換成DataFrame 那我先試著用class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去看看這個DataFrame 是不是它有轉換成DataFrame 這樣可以看到嗎 它轉換成DataFrame 那一樣 我們在前面講的RawedNames跟ColorNames 一樣我們可以在資料表這邊做一樣做使用 這邊它是先把 它是先在Matrix 給它命名 然後再轉換 那 這邊是指 原本的Matrix 先改命名 然後再轉換成DataFrame 那我如果 不在這邊使用 直接在DataFrame 這邊 然後 D1 它現在原本是這樣 然後 我在這邊 直接 改成D1 這個DataFrame 直接修改它的 名稱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樣D1 也可以直接 變成 直接命名 可以嗎 那一樣 就是RawedNames ColorNames 一樣可以在DataFrame 做使用 那我們剛才前面講 DataFrame 跟Matrix 最大的差別 就是 每個欄位 DataFrame每個欄位 可以有自己的一個屬性 我先貼一下 這樣總共有ABC三個變數 第一個A A的話 這個變數是 邏輯向量 邏輯 邏輯的這個屬性 Logic 那B的話 就是一個 數字的一個 這個 資料形式 資料格式 那這邊 C的話 C的話它把它轉成 因子向量 那這邊是 Factor 這樣可以齁 那接著我們一樣 在DataFrame這邊 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合併成同一個份Data 這樣可以看到 每個資料欄位 它的格式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一樣可以用 class這個函數 去做特定欄位 的一個選取 的查詢 一樣用中刮弧 然後用 在column這個位置 選取第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 在第一個欄位 它是 Logical 那在第二個欄位 我們就把它改成 第二 是數字 那第三的話 就是因子 這樣可以嗎 也就是說 這邊告訴我們 除了 我們的 DataFrame 它可以是不同的資料屬性 那在這邊 DataFrame的 鎖引 鎖引的方式 跟Matrix是一樣的 可以 那除了之外 我們在這邊 也要細講一下 這邊是指 不同的資料格式 分別在不同的位置 那你也可以再新增一個 D 然後我一樣 用這個 但是這邊是 這邊是文字 我沒有把它轉成音子 可以 可以齁 然後我看第四個 為什麼它是 為什麼它是 它可能 我看一下喔 所以它這邊還是 廢特 那它這邊應該 都就是廢特 如果要把它轉成 文字的話 你們前面應該有學過 然後 這個 函數 如果要把它轉成 文字的話 然後 它就變成 自串 這個資料格式 然後 在這邊的話 如果我們要給它一個 變 呃 在這邊直接給它一個 命名 我們可以在這邊 在變數前面 我們原本前面沒有設 參數的指定哪個位置 就是指定是哪一個 那我們可以直接 原本這邊是ABCD 它是直接看你的 變數名稱 做命名 那假設我現在打 大A 大B 大C 大D 這邊就直接變成 大寫的ABCD 可以嗎 會不會太快 好 那我們 在DataFrame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前字號 來選取我們的物件 我把第一先去掉 然後 先恢復 好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除了用中刮弧 來縮印 除了用中刮弧之外 我們可以用前字號 這個符號 選取我們要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是在 呃 有時候我們會用這個 那如果用回圈的時候 用這個會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把它 Color name選取出來 然後 然後這邊給它用 回圈的方式選取 這樣它這樣層次的自由度 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這邊一樣是 原本的Data 那如果我們要新增欄位 我們可以用前字號 然後D 等於 假設是這一串數字 然後我們執行一次 這樣我們就新增 D這個欄位 新增這個D這個資料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中刮弧 用縮印的方式 不用E好了 這樣這樣這兩個方式都可以新增 我們的資料 這樣可以嗎 然後 然後 如果 我們現在要兩個矩陣 或是兩個資料表 我們可以用Rbine 這樣 Rbine的意思是指 R 用這邊有個資料 這邊有個資料 AB資料 把它這樣並起來 那 Cbine的話是指Colent 相並 橫的並 這樣可以嗎 那假設我們現在有兩個 X跟Y X是 這樣 1234 然後 這邊是2345 那所以Rbine的是往下並 像這樣 可以看到 那如果是Cbine的話 是橫的並 往旁邊斬 這樣可以嗎 原本如果是一維向量的話 我們就直接用C嘛 假設AX AX是這個 小AX 那我們是 AX跟Y 直接用C這個函數 來並起來 那在資料表的部分 DataFrame或是Matrix 則是用Rbine或Cbine 這兩個函數 那這兩個也是在 也是在我們的核心函數裡面 會蠻常用到的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接著 我們的練習1 就是我們用 矩陣的方式 然後填一個99乘法表 那這邊是12345678 然後這邊是 224680 一個99乘法表的一個矩陣 那我們可以看 我們第一個但是 它有很多方法啦 我們第一個是希望我們先用回圈的方式來做 那可能會用到兩個回圈的方式 那至於其他方法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介紹 那給大家一些10分鐘的時間做練習 然後這樣 然後我在這邊執行 就可以獨檔 這樣的話我們叫做絕對路徑 當然因為我是在Server上啦 所以我的路徑是從這邊開始 如果你們是在你們Local電腦的話 你可以在 我先下載下來好了 如果你是在你的個人電腦上 你可以讀 按內容 然後這邊有路徑 你把它複製起來 但是這邊的斜線要改成這樣的斜線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的檔案位置在這裡 你可以按內容 然後斜線 然後這邊 前面是他的位置 然後在這個資料夾下 你的檔案名稱 可以齁 這樣是絕對路徑 好 那我這邊讀好檔了 那我們可以用head 這邊是先教help 這邊help 是指我們查詢這個函數的功能 那它會給你介紹 然後它的範例 那我們通常這邊 document 的東西 我們不會特別去仔細看 我們就是複製我們的example 那我們除了用help的話 我們可以用問號 這個方式 然後在後面 一樣也可以查詢我們的那個 document 說明文件 然後我們試著用class 來看看我們這個 data的屬性 那它就是一個 data frame的一個資料屬性 然後這邊 這邊我們都不是算核心函數 那read.csv算是一個核心函數 就是你們常常會讀取檔案 那這兩個的話就不是了 那head的話我們就是找 這個data frame 這個data frame 看一下 這邊是28 我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28筆 然後有9個欄位 那我們可以先看 前面 6筆 head是前面6筆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你要下參數 你也可以在後面 它就是指前面5筆 那除了head的話 我們還有叫 從tail 這個函數 那指最後幾筆這樣子 如果沒有參數的話 它是指最後6筆 顯示出來 可以嗎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summary 就是給你一些這個資料表 的一些summary 然後可以看到它的時間 或是如果是 如果是連續變相的話 它就給你最小值最大值 還有min跟medium 那如果是 如果是至串或是因子的話 它會給你去幫你計算 它的一個樣本數 像名勝國小兩筆這樣 可以齁 可以齁 那 這邊練習2 我們就是要用 痾...head 我們剛才是用head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發現 我們會發現 就是像這邊 心龍國小 出現重複了兩筆 那我們是希望我們把 就是我們 如果重複的資料 把它做一個清除 那我們會再 再來 重複的欄位 如果有重複的資料 我們先開創一個欄位 然後在後面形成 一個false 就是形成一個欄位 然後名稱可以隨便命名 那重複的話我們是 true 然後沒有的話是false 或是你可以反過來 給自己一個記的標註 標記這樣子 那給大家練習的時間 痾... 這邊的練習題 我們會用到%% 我們先試著把它取出來好了 這邊... data裡面 第五個raw 然後score 這個current 我們是心龍國小嘛 然後我們會在 前四筆 如果你是第五筆的話 你去看 前...前四筆 他的資料有這些 那我們%% 我們就是這樣用 意思是說 這四筆資料有沒有在第五筆出現 那這樣是指沒有嗎 前面沒有心龍國小 最主要是false 這樣可以嗎 那你們可以 你們還可能之前有學過等於等於啦 那... 這邊可能沒辦法使用等於等於 這邊就是false 等於等於應該知道 跟%%有什麼差別嗎 有上機去學習應該知道 如果NA的話 它就會出現NA 所以這邊用%%% 可以嗎 那... 這邊...前面四筆 沒有出現在第五筆 所以是false 但是如果是第六筆的話 第六筆 跟...後面... 跟前面五筆去比較 那這邊就會出現true 因為第五筆是新龍國小 第六筆也是新龍國小 這樣可以嗎 那... 再跟大家練習一下 我們剛才... 我們剛才前面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它如果它從第二筆的話 是跟第一筆比嘛 然後第三筆的話 會跟第一筆跟第二筆 一到二筆 這樣可以嗎 第四筆會跟一到三筆 來做比較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 寫i 等於1 我們是從2開始 所以這邊是i等於2 所以是i 那因為我們是i等於2嘛 這邊是1 這邊是1 這邊是1,2,3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邊要 i-1 曹1是1嘛 那這邊i... i等於3的時候 這邊是3 這邊是i 那這邊就是3-1嘛 所以這邊是i-1 可以嗎 再寫回圈 我們就是慢慢來 慢慢寫 那如果i等於4的時候 好 我們是這樣 先這樣嘛 那我們先把它用回圈包起來 那我們現在 不知道它的長度是多少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用N N N弱 有幾筆嗎 我們剛才前面有交N弱嘛 對不對 就可以知道它是1到哪一筆 好 那我們先把這一個 貼上來 那我們是說我們要產生一個欄位 產生一個欄位 產生一個欄位 就是把它存在某個欄位嘛 那這邊是i 這樣的意思是指 在這個欄位的第一幾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那首先我們要先把它 先產生這個欄位 那我們先把它全部都變成Frost 這樣 到這樣可以嗎 那我執行一次 那我這邊就產生像這樣的一個資料 可以齁 那這邊的話它是用前字號 新增啊 那我這邊是用鎖印的方式 可以齁 好 那除了我們剛剛用這樣的方式來找 就是重複的 那我們有一個函數叫Depocate 那這個 這個可以不用記 它不在我們的核心函數裡面 我們可以像這樣 這樣 那這邊就給你顯示出 我們的Data 這邊是有錯啊 這樣它這樣就產生 看它去直接看我們Data裡面 有沒有重複的 那如果我們是在Score這邊 Score這邊才有重複嘛 這邊就有True嘛 這樣的意思是 整筆Data 整筆資料 看有沒有重複 這樣意思 看得懂嗎 如果沒有任何欄位 只有放Data的話 它是看整筆 它是這樣整筆在看 這樣整筆看 有沒有重複 這樣懂嗎 那如果你有增加欄位 你有指定某個欄位 它就單純在這個Score裡面去比 有沒有重複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一樣我們就是把它存起來 存在一個是整筆的 新增在這個欄位 那現在是整 這個DUP1 是指整筆資料 那再來是我們可以再新增一個 DUP2 那這個是針對Score有沒有重複的 這樣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接著是我們來比較一下 就是這兩個有沒有相同 可以用OE Core方式 也是說這邊有兩個 這邊DUP1跟DUP2 有兩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這邊是不一樣的 那可能還有這邊是不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OE Core方式是指 相對應的位置 是否有一樣 可以嗎 好 那這個 不用特別記啦 這個 沒有很少 很少用到 那接著是我們做資料的選取 我們一樣用 就是用索引的方式 我先到這邊 這邊是DUP1 整筆資料 然後等於等於FALSE 所以就是說 是FALSE的會變成True 可以齁 那這邊前面再加一個變數 原本的資料 也就是說它這邊選取的是True的資料 有看到嗎 那原本是D D於幾筆啊 這樣看不太好看 我用N弱的方式 做比較 原本有28筆 那如果我只選FALSE的部分 為什麼我沒有變 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喔 應該是要2 假設是2 這樣就變了 它就少了 這樣可以嗎 因為原本的DUP1 它這邊全部都是FALSE 所以它都是True 所以它全部都選去 那如果你有特別是某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它變有FALSE的部分 有True的部分 有True的部分 它就沒有選取嘛 那其它是等於FALSE 那這樣子它就可以選到 是True的部分 OK 那我們把 這個一定是有 我們把重複的刪掉 這邊是針對Score 有重複的把它刪掉嘛 對嘛 那我們這邊把它存在一個變數當中 像這樣 這樣就產生一個變數當中 你之後如果要做一些資料選取 假設某個欄位它是數值 你要選取某個range裡面的數值的欄位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把它存成一個subdata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我們把 我們選取我們要的資料 我們可以用white.csb 把檔案選取出來 我這邊先清掉 我們是用這個函數 然後這邊一樣是你的路徑 然後這邊是你的編碼方式 OK 那我們就把我們檔案寫出來 那 一樣你的路徑啊 如果你是在這個資料夾底下 那如果你有開project 你可以用相對路徑 跟剛剛讀檔是一樣的概念 那如果你是指某一層的資料夾 那可能就要用絕對路徑 那這個file encoding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種編碼就是 如果有中文的話 可能用cp950 那在國際的話 國際編碼可能是utf8 的一個編碼方式 那這邊的 我把它下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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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打開我們的資料 它就會有這樣的一個Excel檔 這樣可以嗎 那在練習的部分啊 我們要把 這個這邊刪除 然後還有這個刪除 但是 在第一個欄位 這顯然是RAWNAME 我們在 在這邊看 這顯然是這邊的RAWNAME 也就是說 我們會在 WHITE.CSB 會有一個參數 我們這邊一樣可以用查詢的方式 然後這邊是RAWNAME 它的預設值是True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FALSE 那我先執行 然後我一樣下載下來 這樣 這樣 第一個欄 第一個欄 它的RAWNAME就不見了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我們就是要把這邊 給去掉 那顯然它不是在 我們的參數裡面 我們可能要再透過這邊的方式去 去操作 把它不要的拿掉 那這邊我們大家用的是 前面這邊執行的 就是 因為我後面有 有操作一些東西啦 那主要是從這邊做執行 然後 把這個DUP 這邊拿掉就好 可以嗎 就從這邊接續 那看要怎麼把它拿掉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不要 我們的最後一個欄位 DUP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 那它是在第10行 所以我們可以幾種做法 就是我們只選取1到9 用縮影函數 選1到9 或者是我們直接-10 把第10個給排掉 像這樣 它就把它排掉 或者是直接選取1到9 可以嗎 那 我們可以把它存存在一個變數 或者是直接 像這樣存取 也是可以 然後執行 那這樣的方式 我要 Export出來 那我們就把它排掉了嘛 這樣可以嗎 OK 那這一節 我們就是這一堂課 我們基本上就是 叫DataFrame 還有Matrix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讀檔 跟還有寫 寫出 那讀檔的話 路徑這個部分 我覺得對於 剛學寫程式的部分 就是要稍微熟悉一下 就是 以新手來講 如果你會讀檔的話 我覺得就已經跳出 跳過新手的階段 對 然後再來是 用HELP來查詢 就是函數 就是來看一些 它的官方文件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有什麼參數 那我們這堂課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